来自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家庭 他是旅美返乡提琴手张恒硕 我叫张恒硕 生长于台东 土生土长的台东人 那小学就读东思思小 现在叫台东大学副小 新生国中然后台东高中 那我是在16岁的那一年 到前往美国深造 那前后总共在美国待了十多年的时间 一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到大学 到研究所之后在不同的乐团 待了三年的时间 所以前后加起来大概有 快要十一年的时间吧 那这一次很高兴能够在 台东县文化处艺文中心举办读奏会 六岁的小男孩艾拉琴 全家人一起在陪他 那我一开始学琴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非常辛苦 因为父母每隔一周 就是每两周的礼拜天 就要开车在我 那个时候还有我姐 一起到高雄去学音乐 那前前后后大概花了超过 超过半年快一年的时间 那那个时候当天要往返高雄 然后要跟老师学琴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地方 对 我跟我姐年纪相差蛮多的 那一开始去的时候 我学完琴之后有一个小时 好像是换他要上课 那我就是要等他嘛 那那个时候我爸陪着我上小爱琴课 然后我妈妈陪着我姐姐上钢琴课 所以我在等我姐的那段时间 我就有一点小小的时间可以跟我爸相处 然后他就会带我去 那个时候就是去百货公司做那个手扶梯 然后去顶楼啊玩一些有的美的那样 我就觉得去高雄好好玩喔那样 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对学琴有抱持着太多的说 啊我为什么要学啊 我以后要怎么样都没有 就是我去高雄好像有点一日游那样 然后就抱着一个很轻松的心态 那个时候很好笑 那所以我说到后来慢慢的 学琴的路上因为有很多人的支持 包括我在我在副小啊我在心中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读音乐班嘛 所以我不是在一个音乐的环境下长大 那要得到那么多亲朋好友师长的支持 这个这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都对这个心存感激 为了更好勇敢追求 十几岁的男生离家千里 一去十几年 与同好与大师们在音乐的世界中不断前进 这一次的音乐会主题叫返乡历程 因此我选择了一些在每十多年 可以代表我各个重要的里程碑 的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曲目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 那其中有一些曲子我还特别邀请了国内的音乐家们来跟我一起合作 那会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做音乐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那尤其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就是用乐器跟我们所拉出来的 我们所弹出来的我们做的音乐来互相和大家沟通 因为我们在演奏是不能讲话的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好玩的地方 那音乐能够带给我那么多的喜悦跟快乐 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因为能够有这样子与人沟通跟互动的机会 长久以来养成的学到了累积下来的做音乐的态度跟喜悦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 马上就了三十岁儿立之年张恒硕返乡将所学反馈家乡 反馈信念坚定支持他学情的父母 重回台东大地的怀抱 这些成长历程他认为用琴声来述说最为恰当 2017年秋天他邀请几位好朋友在文化处艺文中心演艺厅 办理返乡历程音乐会 欢迎大家播空前往欣赏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